台媒截图 台媒感叹,这是解放军运8型运输机,贴着台湾海峡中线飞行,台媒感叹,这是解放军运8级14日后再飞台海,两度运中线,对此,有台军方人士指出,台军在运8月14,17日飞越海峡中线的第一时间,都未来得及派遣警戒待命战机,实时紧急起飞前往南节,前台空军教官,运8进行特殊演练台军,来不及拦截 据中时电子报消息,飞机动态追踪网站Flatlita24提供的航迹显示,一架不明飞机于17日上午10时,多贴着海峡中线飞行,一位解放军运8远程干扰机,继14日后,再度在海峡中线执行任务,报道称,航迹显示,该架不明飞机,由广东方向,从西南向东北前进,抵达平潭岛东部海域,盘旋后巡远路返回, 航迹与14日运8远干机的路线几乎重叠,台防务部门17日就此航迹声称,台军对于周边海空勤状况都在掌握,台军军机,军舰也都会随时待命,保持警戒应变,然而,前台军飞行教官于浩磊17日受访时就此指出,运8于14日首度被发现在海峡中线执行任务时, 就有部分航迹超出M503航路的范围,且已越过海峡中线,17日的航迹,同样也有越过海峡中线,显示我空军两次都未能及时逼退运8,于浩磊认为,运8进行特殊演练,且台军在运8于14,17日飞越海峡中线的第一时间,都未来得及派遣警戒待命战机, 实时紧急起飞前往拦截,他分析,平时两岸军机在执行任务时,都不会关闭机上刺激搜索雷达SSR的巡达器,以避免几方战管误判为敌军,这也是为何Flagradar24能侦测到运8的飞行资讯及轨迹,而从运8于17日,在飞机高度22675英尺,坐405-111彩里之间的极大空速运动变化来看, 显示一定在做特殊科目演练,且我空军在运8于14,17日飞越海峡中线的第一时间,都未来得及派遣警戒待命战机,实时紧急起飞前往拦截,可能仅以地面防空飞弹系统实施锁定戒库,解放军辅台巡航常态,台媒,运8两舵,飞越海峡中线在14日,当时有台媒爆出,解放军一架运8运输机,于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巡航, 台军事后急忙回应,全程派军机监控,还声称,对于区域内解放军军机航训动态,有绝对能力全程掌握集英处,确保台湾地区安全,预请民众安心。 台空军司令部当天曾表示,解放军运8远干机已,驾驭当天上午沿海峡中线以西空域,实施航旋,但并非沿M503航路飞行,台军全程派及监控,于浩磊则声称,运8的确没有沿着M503航路飞行, 因为其已越过海峡中线,根据14日提供的飞行资讯及航计,设驾运8明显在航程前半段,已经超出航路M503航线的范围,飞过海峡中线移动, 而17日在海峡中线飞行的不明飞机,7航纪与14日的运8航纪几乎重叠,也同样有越过海峡中线。 近日,解放军战机在台湾海峡活动频繁,已然常态化,有台媒还细数了4月份的情形,辽宁舰绕台,解放军南海军演,418台海军演,轰溜绕岛巡航等,感叹整个4月下来,台湾东南西北都有大陆的军演。 4月18日,19日解放军军机连续两天绕台飞行后,20日解放军载有两架空六战机绕台训练,连续三天绕台,这些令台媒感慨,这是解放军全方位对台独事情。 最近解放军空军实施了双向绕飞台岛的巡航,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,对此,国台办回应,解放军军演和空军绕岛飞行, 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,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所做出的强烈警告,展现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。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,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,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,活动。 台独是没有任何出路的。 海外网旁程本文系版权作品,未经授权严禁专载。 海外事业,中国立场,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,海外网www.hionet.cn或海克特互端,领先一部获取权威资讯。